看科技资讯,关注牛库科技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科技资讯 近日,华为一份折叠屏的专利经过截禁期对外进行公示 从专利看,华为实现了一整块柔性折叠屏 背面有弹性的连接脚链 如果需要显示内容扩展,可以直接摊开 并且中间连接处并没有擦现 不过这种设计并不完美 首先仅限于单向折叠 其次看起来厚度比较感人 获取全面屏之后,下一个手机热点就是折叠屏了 今天iOS11.3正式版终于发布了 增加了很多新功能 比如iPhone X加入了新的动画表情 ARK的1.5开发框架增强现实体验 增加了电池健康选项 而对于国内用户来说更实用的是 可以将北京和上海的交通卡加入到钱包中 乘车直接刷手机 苹果手表也支持 这次大家终于不用再羡慕安卓了 今天据微博数码博主透露 华为P20系列的国行价格已经出炉 华为P206加64GB版本 售价3788元 6GB加128GB版本 售价4288元 华为P20Pro6加64GB版本 售价4888元 6GB加128GB版本 售价5388元 6GB加256GB版本 售价6088元 参考之前P10的价格 这个爆料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据一番媒报道 中兴TEMP GO正式在美国发布 这是美国首款Android GO智能手机 配置方面 新机采用了5英寸显示屏 分辨率为480x854 搭载骁龙210处理器 配备1GB内存加8GB存储 拥有后置500万小速摄像头 点池容量2200mAh 改机售价79.99美元 约合人民币500元 如果在国内演进 红米魅兰要好好应对一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